Hello 大家好 回到8月21日星期三 有紫晴和大師在這裏 今天連續兩天見到我 是啊 所以大家都很開心 昨天Ellen在說業務如何進展 Ellen在說最重要的是多女 很多人是 女兒無論如何的人都一定喜歡 是啊 所以阿士姐的地位一直都在 我雖然想找一條男子給你 是啊 快點吧 我想說有錢才行 我想說一條男子 不是 這個是高人工的 高人工的 是極高人工的 不是極高人工的 我想找一個新聞系的 中大新聞系 因為要懂得做 那他找我們剪片 做那個叫做是 剪片配節目 做節目 可能做一天節目 預備一些東西 還有做完所有的宣傳 所有的交易件 所有的 究竟如何公開的 這些東西 我們其實在微跡上面都還沒有剪 IG的小龍書 也還沒有剪 有很多內容 我們是甚麼 收拾完我們的內容 這就是網子的 直播時購物 那他可以跟進на直播 還有就是LinxMD的時候 開做一些LinxMD Market 那就是我遲些可能会有谈谈,未必有一个电视节目,那些他会帮忙做,由头到尾要整个电视节目,那是谈谈的,但是如果是什么呢,那还有我所有的公关,就是你知道我都做很多公关的,那些全部要做完,那还有就是电影的全部要做完,你想一下,就是所有新闻系的东西,你想得出公关,你不会有一份工,可以电影,电视,公关,传媒,网媒,全部东西在Cover里面, 但是问题,那你想一下,有多少人要做完整的本,这个人是应该要万能的,是,我以为一个是万能的,万能的,万能的任劳任怨的一条女,还可以上家的,是,所以所以回人工,如果做到那些人工工,还有如果赚钱,有些东西分享,因为我们做一些项目,比如说这些衣服,衣服我们买得很好,衣服我们买得很好,现在还有一件衣服帮我们做,但是现在因为很混乱,所以处理着,我们会是大量做衣服, 就是带来做一些简单的衣服,就是让那些人是日常穿的,是高质的,还有就是那本,那个叫做CR方法,你还没看,卖到很好的经验,又买了一段市场,现在又在重印着,所以有些人在订货,因为其实本书很有实际,实用价值的, 那这条女孩已经在密释,还是密释不到呢? 我想说中大新闻是,因为中大新闻是,她一定要读新闻,如果其他浸大电影系,或者之类的, 其实这个本来是做电影的,最初是想的,但不如做完,至少一定认识新闻,一定认识新闻, 就是变成了她那个,你浸大那个分工分得很明确,如果不是浸大电影,她手头有几个,但是所有东西都做了, 如果有些好的,那兼且出镜子可以做小花, 是想的太多了,会否有幻能合在这儿? 就是没有了,因为你做这么多,所以人工不会低, 因为现在新闻系的人工很低,所以会多一点, 会比市场好一点,比TVB更好。 那有意认证的朋友就尽快找我们, 有些人想推介也可以介紹 先跟大家說一說單新聞 比較少有人說的 在星期一發生 說到香港民主委員會 香港民主委員會是在美國的 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沒錯 大家可以看一看這張圖 他裡面的內容就說8月19日 羅冠聰已經不是他們的成員 已經不是 踢出局了 為什麼會無緣無故被踢出局 又沒有什麼人去說這件事呢 第一沒有什麼人去說 其實他們那時候走的時候已經紅了 已經是光光烈烈走的時候就紅了一輪 但問題就是美國其實已經丟失了香港 他現在只是守著台灣 就是香港已經守 你看到美國以前的時候是由80年代的時候的北京去搞 然後90年代的時候就去搞達賴 2000年的時候就搞新疆 2010年之後就搞香港 這幾個陣地它沒有了 現在就唯有去到台灣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他們在香港已經不養狗了 所以你看到那個記協已經被他們放棄了 因為香港不再養狗 所以現在他們那幫人的力量 就是那個預算一直在少 民主委員會 因為你的作用不是很大 所以你還是做政治的話 你不離開就是一個預算的問題 所以他們在香港的預算越少 而且他們現在只能夠做到的 唯一做到的就是匪情分析 就是說 或者中國共產黨 或者香港問題 但問題是他們在香港 雖然有些根 但是越來越遠 所以預算越來越少的時候 大家是不是欠了預算 但是欠了預算的時候 你也要有一些合法性 或者什麼樣子 那羅務聰最大的問題 我想他最大的一個 被人抓住的小便子就是 因為他當年的時候 強姦了湯可營 那這件事弄了很久 其實說了很久 給湯可營有圖有真相 那就是看看湯可營最上線 那這件事發酵了很久 那我就說 喂 不是啊 是這個搞湯可營很久之前的事情 對不對 為什麼現在才發酵呢 強姦她 這樣也是很平常 據說呢 就是有發生一件事 因為王丹之前 有me too 了一個人 那個男人 那個男人 所以就 在海外民運 那些me too 是無限追溯的 那海外民運運 就變成又再做了一波的整風運動 但是好像唐古聰近來又姦了一條女兒 那麼多受害者 姦女就在民運界定 應該是很平常的事 半姦半就 半推半就 半姦的時候 因為男人Date Rape這件事 那個發生程度就是很頻發的 那麼問題就是你差 那個Border Line就是你告她 那女兒覺得很不相信 你告她還是不告她 那你如果你的數字分不合適的話 你就告她 譬如假設你Date Rape了一條女兒 那女兒完了之後 然後你給她的戲拍一下 或者你給她的戲拍一下 那也算了 但是問題如果不是 然後你還反問面子 羅冠聰在那裡應該是拿了多少 因為她是立法會議員 所以她就變成了她所拿的部分比較大 那如果扔走了她的話 就會是很現實的問題 嗯 即是你看到古時的那些 色情片 那些黃晶的那些戲 或者漁語場片都說 奸了你啊 你怎麼賣錢給你 然後哭哭啼啼拿給納錢你算數 即是那一庭 那一庭 即是你為那些 那一庭的東西是 你都還勉強能夠守得住 但是當你沒有了預算之後 你還要取消預算的時候 你就走不住 嗯 其實到最後都是因為預算問題 都是良知問題 那有關於之前我們講過一些 或是強姦事件 或者所有事情 那有些人就在那裡不停去做 的話 我們瘋 existing朋友 嗯 那要是屬於他 或是真的 但是 屬於他 大家想要熟悉 政府是通過四年 那 很 heed 你從哪裏 都小學雖然來 咱們出去看 然後馬上抓雖然說 好像那個女人那樣給貓去吃債 我們只是把世界現實說出來 這個是我們台的一個基本的 所以我們不會說什麼民主、人權、自由 或者這些概念 我們只是說現實,現實就是這樣 你們大家接受傻白甜 哎呀,那個石堅壯奸 他們活在越語長片1960年的治理 我們不怪他,但是這個不是我們的宗旨 我們將現實的殘酷 世界上是殺戮的,世界上的殘酷 現代社會那個生態圈就是這樣 那樣東西說出來 就是說,強姦這件事,等於我們那次在這裡說 強姦那件事就是低種性奸高種性 高種性,為什麼沈崇會出事 當年的沈崇案,沈崇會出事 美軍奸無數人就沒有出事,沈崇就出事 因為沈崇是一個高種性的人 在中國來說是一個貴族女子 北京的女子是不可以讓你逃避的 所以永遠都是,或者是印度那個女醫生 這個是一個現實世界 你說,哎呀,周軒你實在是太賤了 對不起,我不是賤 這個是現實,而你是蠢,OK 問題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將現實社會,世界社會 人類社會的現實說出來 這個是我們的基本原則 我們不會去騙別人,不會去說那些 哎呀,這個世界神實就太美好了 只要大家都是民主選舉 然後大家自由又有人權又有錢 然後社會就欣欣向民 大家就投票決定所有事情 沒有這些事情,這個世界 但是現在這個世界上是充滿這些蠢的人 以為這樣的人 我們這個是給一些聰明人看的 不是給一些聰明人和現實的人看的 是不是給一些蠢的人看的 嗯,OK 好,關於羅冠聰還有沒有補充嗎 哦,沒有啦,大概會是這樣的狀況 嗯,好 那民主也是活在幻想當中 我覺得是 不是,那樣東西 是,大家如果你是家人自己一家人 就可以民主一下,是嗎 但是如果那個人,可能你受人怎麼民主 是 怎麼投票呢 沒錯 好,那接著回來今天新聞 昨天這幾天也有說到 就是熊貓生了孖胎之後 大家就說 大熊貓熱潮 那現在會不會有搞大熊貓經濟 那你見到其實王家和 就是飲食餐業的那個主席 他也說到 啊,遲些可能會有熊貓餐都沒有頂 他就這樣說 那些人就說 蛤,不是吧 就是他見到 現在的市道那麼差 接著結業潮又不斷 那樣 還說到 就是 接下來都是很好啊 熊貓之都啊 這樣發展下去 那他講什麼呢 那他就 他講過 主要那個 主要那個 那句話 是每個月 有三百多間餐廳 是啊 每個月已經有三百多間餐廳 我想熊貓 首先就是熊貓之 熊貓 我想熊貓餐都不是吃了熊貓 對嗎 對嗎 都是假裝熊貓 那這個 其實熊貓是有的 那他去什麼呢 他說 你看看那個數字是多少 是 三百多間食肆執 近期每月約有三百多間食肆結業 一百多間開業 形容相當險峻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當年李家超就說 執拾十間開十六間的故事 那另外就是 我之前我說 因為 我就是 去講過 那些餐廳很壞 那有一個讀者就留言 他說不是啊 看數字的話 看數字的話 是 好像是 還有很多開 那我就不看 我就不知道什麼數字 什麼 但是我 我每天都吃飯 我想我對於這件事情 就很敏感 嗯 就是 總而言之就是 周來都很膽靜 我親眼看到的嘛 嗯 昨晚我去進境先吃飯 是 就是 我一向都很服務的 當然 是 因為出來吃飯 那就是 病病 之前沒有出來 嗯 很慘淡 很慘淡 就是 就是 不要說那些自己欺人的說話 就是 我覺得是 香港的 經濟呢 應該是 現在要是這樣看的 嗯 是要死 嗯 問題就是 你那個死 比如現在 就是 他們還想捱 你明白嗎 現在其實是 顧本配縣的時候 你不應該 你不應該 正如我的朋友 陳成龍 他身體不好 是的 他沒有什麼 我覺得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 他去那個叫做什麼 他是心臟有問題 嗯 但是你不要 捱東西喝酒 吃煙 講衝口 這個沒有問題 你不要再做運動 蛤 為什麼他又做 你當然不可以做運動 他做劇烈運動 打拳 運動對我來說是好的 因為我沒有做運動 嗯 但是你已經心臟負荷這麼重 你還要打拳 你終於做這麼劇烈運動 你就不行了 現在香港應該要是 就是 顧本配縣 然後呢 不是再去捱地產 還希望網上去捱地產 地產死了 告訴你 如果香港再捱地產的話 大家只會死得更慘 你唯有就是 讓那些地產商全部都關掉 然後我們再做一個新的 做一個以金融 新的高科技為主 因為地產是在吸香港的血 是的 他們希望香港人 永遠都有幻想 這些叫做 無通過道 嗯 就是說你其實所有 我相信的就是 所有賺錢的方式 都是辛苦的 是的 這個叫做閘門 因為那道路是上天堂的 所以那個閘門 道門是一定閘的 這是聖經講的 就是說 你如果希望 大家又很舒服 又好不可以回到以前 對不起了 不用了 就是香港是要 顧本培園 顧本培園就會很辛苦 就是現在譬如說 假設我家當年試過 十多歲的時候 家裏不許你破產 嗯 OK 老爸破產 那你破產的時候 你應該是怎樣做法呢 你應該是不是說 你難道還借多些錢 打工 還錢 做一些砍石製的事情 然後儲回一些錢 培養 大家讀書 努力去做事 剛剛不是這樣 嗯 嗯 嗯 還希望做回泡沫經濟 所以這個是傻 是啊 剛才除了食店之外 我們講的戲院 其實九龍城那間影藝戲院 大家都可能有去過 但是現在都說 營業到下個星期一 就結業了 那麼 受到這些環境影響 其實已經有至少今年 就這樣講今年 都已經有六間戲院結業了 但是你看到楊潤紅都說 不可以單單看一間戲院結業就 只看六間 哈哈 就是他這樣講 那些經濟 不可以單單從一個戲院看到 就是他說 需要慢慢的 其實梁潤紅這些是應該要炒 但是因為政府做 我們都留住它先 就是根據我所知 就是收到一封 就是說留住它先 不是找誰做 就是慢慢來這些 那香港其實已經不可以慢了 香港需要 我告訴你 嗯 香港需要大概是炒10%的人 嗯 因為那些是廢人 沒有辦法 你要殘忍 你要對著香港的人 非常殘忍 然後就 你有兩個方法 一是你大開中門 任人自由進來PK 就是說 我任你死 以前上海不是這樣 上海不是這樣 上海、深圳全部都這樣 任你進來 100萬人、200萬人 然後自己PK 然後自己 總之夠成不夠人 夠的地方不夠人 第二個就是 你不讓那些人進來 然後呢 你就要撤下你 錢進來才讓人進來 嗯 投資才讓人進來 你一人才出來 就越來越多人失業 愚蠢的 整班人 我明白 那其實現在都看到小店 都是發起一些聯盟 可能搞一些自救的工作 好像大埔有五十幾間 可能自己都推些優惠出來 去振興那個夜市 不可以 夜什麼事 夜市 現在就是 首先夜市 最重要就是一件事 晚上你賣什麼 好像沒有東西做 晚上除了吃飯 不是啊 晚上 你應該是滾的 你應該是男女關係 唱 男女關係 現在為什麼沒有夜市 你現在去按那些 private room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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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人家又去蘭桂芳 你去蘭桂芳 你又去查身份證 那些怎麼搞 夜市是有的 但問題是 夜市 你打算晚上大家 他們的夜市就是十點鐘 你一定去晚上搞事 你不做事 就算你什麼 你一定是 男女關係 打遊戲 我可以有的 例如夜市 我賣了館 他們不搞 是吧 即是 他們講什麼夜市 他們真的去夜市 真的去買那些 I love Hong Kong T-shirt 沒有開玩笑 以前那些人去廟街 那些是買翻版的 沒錯 還有以前 為什麼那些人去廟街 為什麼那些人去廟街 為什麼那些人去大大地 為什麼那些人去大大地 因為那些人住一間 小屋 住一間板間房 沒有地方就出去 現在我出街也要有冷氣 你還去沒有冷氣的地方 冷氣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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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的資歷問題 那些人是連經濟的問題 基本的資歷都沒有 他們其實上班只是遊魂 然後之後就是 OK 我隨便說這些出來 可以出量了 那就是這樣 其實長官都是自力低下的 你收到封哥的楊洋馮 那個答案是不是真的 說不可以 當然是人學 當然是人學 好 那就是中聯辦那些補他 或者政府都補他 我忘記了那些 總之就是因為 大家都沒有人可以用 拆拆拆拆拆 和你聊天 就是全部都是Fan on friend 那些 其實根本上 那些 總之 那些 總之那些 總之那些 那些 總之那些 那些 如果我換了的話 基本上都沒有得到 好 那接著之後 你說回經濟 其實今天很多的新聞 都是說回經濟方面 你看到通脹的數字 連續三個月升溫 並且是創去年11月以來最高 那還有呢 就是價格按年升幅最多 就是煙酒 升了兩成多 一些住屋 交通 用線外賣等等 都升了百分之三 其中呢 內用品和醫理呢 就跌近百分之一以上 天和 那我想煙酒就是因為加稅 嗯 至於其他 租金呢 就是因為其實就是一貨幅升 因為每個人 你那些人來多了香港 嗯 但是那些人就不買樓 那所以就變成租了 你引入 你引入外賣嘛 那就是 我都說你不停引入人才 結果你的租金沒有拉升 嗯 所以結果就是這樣 那所以 我想是 它的內用品和醫理 你記住 內用品和醫理 大家原來是不穿衣 OK 不穿衣是滿身的東西 所以其實生物是越來越艱苦的 老百姓 OK 就好像我們這些老百姓 哈哈 我們穿來穿去同一件T恤 是不是 哈哈 那你見到其實還有人說到 中小企要快點救我們 那些政府 叫政府救中小企 那你見到 就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就表示 留意到外圍的經濟環境 和市民遊客的消費模式 都在改變 那所以他就說 其實在2012年推出 到上月底已經批出 2822億元的中小企 融資担保計劃的貸款 那有超過6.3萬間企業是受惠 那但是呢 你見到其實都有很多壞賬 有成超過13億多 如果不是騙的話還沒有借 我們有沒有借 我們不是中小企 他會不會借給我們 他自然有一幫人 喜歡負責借 喜歡負責借 喜歡負責不還 喜歡負責騙的 我們不是中小企 為什麼你不借 我們有沒有借過 申請也要錢的 申請也要麻煩 我自己做得到就不用做 我從來都不做這些 就是你意思有一幫人 是專門是借這些貸款 然後又專門是不還的 當然 明白 那現在其實還想不想搞這些中小企的貸款 如果不是他怎麼做KPI 怎麼扮我做了事 現在你是扮做了事 然後出糧 他們為了出那二三萬一月的糧 不惜低息賺 我做了這件事 他們不是需要做到一樣的成功 我只要告訴你我做了 就是這樣 就是等於現在你上班 你上班 你是不需要 你是不需要做事的 你只要打卡就可以了 對不對 那他只要做了那件事 KPI做了就搞定 嗯哼 好 那你昨天也有說到 美食展 那些人都是喜歡吃 那昨天就有個頒獎典禮 很多朋友都有議論的 就是這個大眾點評必吃榜 香港發佈會期攀獎成典 港澳及海外地區 那有三十九間香港餐廳有上榜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就是可能 那些比較平民一點的 是啊 什麼結什麼泰 我也去過 去過很多 泰麵 泰麵其實很出名的 泰麵泰什麼東西 那他有兩間的 是一個鬼鬼的泰仔開 那些那些去了大約 除非你想讀所有名字 如果不是 你是不是要讀所有名字 不用不用 有些大師必食的推介嗎 在這裏 多謝先 我會去的 多謝先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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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Phew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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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當你去做讀者評分的時候 你一變成網就方便了很多 所以我不明白了 直接做不差給米芝蓮打低 你是讀者網來的 你是不是應該在讀者網投票 那你是不是應該比米芝蓮更好 讀者的成本比較低 但直接做不住 而大眾點評網當年初出的時候 叫做set survey 是完全抄襲的 它還有輸出的 這個真的不知道 那後來呢 我想到2004、2005年的時候 才改名叫做點評DNPING 以前叫做setsurvey.com 現在就是DNPING 再買在OpenRise 於是因為美團一路就外出 一路就外出了 那現在當然它是大的 它那個 它那個叫做 它那個叫做 影響力當然是遠遠不如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就遠遠不如叫做米芝蓮 但是我們現在看米芝蓮 但是其實它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有看他們的東西 有看他們買的那些產品 書的時候就出書 但是它一開始就沒有來的 它一開始就沒有來的 然後呢 它是因為那些人吃的人水平是低的 就是那些大陸人 吃那些水平誰會吃的 那朱翔弘就香港來講 就說說那些海底撈 就是那些東西 所以那個產品價值很低 但是因為現在呢 大陸的人水平 還有它現在有個黑珍珠頒獎 所以呢 於是於呢 就將它那樣的 又回到加上美團 就變成一個很大的市場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我相信這個 大眾點評到最後 大眾點評到最後 這個呢 是會贏 是會贏 米芝蓮 就是因為它的整個 structure是好一點 最初的時候 因為中國人的那些水平太低 那時候的時候 就算在十多年前的時候 那個水平很低 但是問題是 因為現在的人 我看見中國很多博主 很多很多 很多 他們不是YouTuber 或者不是YouTuber 在什麼地方 那它是吃了很多好東西 所以現在中國 中國人在飲食方面 那個知識是世界一來水平 嗯 所以又已經是完全不同 當然我講日本 他們是對日本的知識 就是如果你要去到歐洲 或者甚至去到南美 那些還要有待 有待去 去 改善 就是我們那時候 中國人的後花園就是日本 是 好 跟著之後 我們講回昨天 那個全球速統大會 就是會展進行的 那你見到呢 鄭彥彤 中聯辦主任 就講到 就說香港在兩岸關係發展中 就發揮特殊作用 又說 民進黨當局拒絕 不承認九共意識 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 是的 強調所有反中 反中 煤毒行徑 都不可能成功 謀毒行征 煤毒行徑 煤毒行徑 那煤毒行徑 那煤毒行徑 當然不易成功 是的 就說這些 就是反中的行為 都不能成功 那行政長官李家超 也都講到 香港回歸 祖國以來呢 就充滿發揮了 一個兩制的好制度 呼籲全球華僑的華人呢 在國際社會上面 講好一個兩制的故事 這樣說 OK 那這裡呢 我想李家超 這個 這個 就是 這個都是 一些公關的政策 宣傳的政策 因為現在中國 他對付台灣的政策 其實就是 他都對賴清德 是沒有期望的 嗯 那他主要就是 慢慢收緊 在台灣海峽的執法 就是在海上執法 主要都是 那就是說收緊他 在海上 空域慢慢收回來 慢慢收回來 那可能會 如果有些 工作不好 他就在海上執法 抓你 或者搜你的人員 就是抓你台灣的民船 去搜你搜你 之類的事情 那所以 因為現在中國 是一直 在台灣來講 就慢慢收緊 而他應該 現在那個大戰略 就去了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說到 等一下 就是會去了 泰國 或者真正著急的緬甸 嗯 就是我想他會去了 在泰國 泰國 因為他 我估計 他應該是今年 或者明年年頭 就會 第四艘航空母艦 會下來 那第五艘應該 在五年之內 應該五六年之內 就會下來 然後他先搞了印度洋 先搞了印度洋 先搞了印度洋 和航夥菲律賓 所以台灣 他會慢慢收緊 慢慢收緊 不會急著去做這件事 哦 好 好 然後另外 就說到 房協加租的事 房委會公佈了 出租公屋十月起 加租百分之十之後 據了解 房屋協會 最快今天 即21日 就會公佈 下下出租屋村 十月起 都加租百分之十 加坡 加坡是九百年以來最高 20條出租屋村 三萬幾戶 每月平均要給多二百三十元 之前好像都說過 因為房委會和房屋協會不同 是兩個機構 但是兩個才沒有兩個機構 嗯 所以房委會加了房屋 房屋協會一定會再加 但是百常加坡 你再引入多些人才的話 就 只會更加多什麼 你蓋不到樓 香港是 香港是沒得救的 告訴你 那怎麼辦 大陸是有得救 我告訴你為什麼 我解釋給你聽 大陸或者全世界都會這樣的 當你樓 länger性肯定是 包括美國 每一層��는泊 那身上是有空 那些廿物 也知道 當然 他說 那些 subjected Voctecaster Nobody requires 給弱衷 房子住了,房子又跌了,那你怎麽辦? 你太多房子住,太多房子住,丟空了,那你房子掉的應該吧 你又沒有房子住,房子又跌,那你怎麽辦? 你又要死那些人,對不對? 你很簡單,如果大家很多房子沒人住,房價跌,我無所謂 現在你又有人沒房子住,房價又跌,那你怎麽辦?你起不起房子? 好,死得了,因爲被地產霸權,那班人完全不做事 那班人,吃濕米那班人,是趕住了香港,在二十年來 又爭任權開始,又說出事實的真相了,大師 對不起,我只能夠說,如果你做一個收足佬的話 你只能夠面對這樣,要是你死,要是香港死 但就算你救生你,你也是死,因為香港死了 嗯,很沉重 那跟著,你剛才都說香港死了 但我覺得現在真的百上加根,因為之前都說60歲乘車 即是現在本身有兩元的乘車優惠 但現在是一定要用實名登記,即有路由卡 才可以有兩元乘車優惠 是的,即是一些不記名的長者百勒通 即是60歲,60歲還是65歲? 60歲,是的 那65歲的那個是什麼? 65歲應該是說下郵卡,應該是吧? OK,是的 即是現在沒有了60歲可以免費坐車,即是兩元乘車 是的,我有一個親戚來了,來香港,就住了幾個月 他離開的時候,留下了路由卡給我,他說你遲早有用 什麼? 他說你遲早有用 什麼? 你遲早有用 那你真的 那你真的 他說過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情況 那麼首先就說回俄羅斯總統普京 那麼他就相隔了13年之後呢 就去到車臣首府格羅茲里 是的,那麼他隔了這麼多年來呢 就再次首次訪問車臣的 是的,那麼見到車臣共和國總統卡特羅夫呢 就去到現場去接他 那普京落機之後,跟卡特羅夫和其他官員都有握手 卡特羅夫就說到,雖然普京經過一天的工作 但是都覺得他很精力充滿 接下來呢,他還會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那卡特羅夫就是車臣當年打得很厲害 因為卡特羅夫是他父子的兒子 即是他們的二代來的 那麼當年的時候,他父子就因為被一些 因為戰爭鬥爭,被當年車臣的叛軍殺了 那卡特羅夫就當了普京是父子的樣子 但普京就對他非常不可靠 因為車臣當年的時候曾經殺得很慘 所以普京一直都說,我去打烏拉蘭 我去打烏拉蘭,但普京一直都不相信他 但是問題是車臣是 一直都是他們的 一直都是表面上非常效忠 那個整件事,整件事就是他都要去找車臣 這個當是普京的父子 這個就是鞋子 那些人如果越是拆鞋子的,我越不相信 那些事情 OK,那見到俄羅斯 都見到在俄羅斯那裡 國務院總理李強都去到現場 去到當地展開他們的訪問行程 那星期二就抵達了莫斯科的機場 並且舉行一個歡迎儀式的 那他都有在俄羅斯的官員之下 就檢閱一些的移將隊 不知道會不會再見到普京這個 普京走開了,但他回去都很快 其實是幾個小時的機場 這個叫做是中國和什麼上不封頂 但是李強最主要做的都是其實 最主要都是一個經濟事務 中國國務院其實最主要都是經濟事務 外交事務雖然表面上是歸他理 但是很多時候都是給回黨務 或者整個大機構 整個大戰略去做 就是他的discretionary power 在最大程度上都是經濟 你覺得李強做得多不多 他對比之前 暫時還未知道 你暫時還未知道他做了什麼 只要上任就不太久了 好 然後另外說回昨天這宗 挺大的新聞 羅兵涵永道PWC 非常出名的會計師樓 捲入了中國恆大的財務造假 使全內地當局接近完成調查報告之仔 所以羅兵涵再塞一個大客 說到就是說 中銀昨晚公佈了 今年度是改了安永做審計師 羅兵涵對這個更改就沒有意義的 這就沒什麼事了 因為羅兵涵塞大客不重要 最怕他最怕被人屯滅 在大陸裡什麼都做不到 會不會呢 應該暫時不會的 始終這個big 4 難道這個big 3 絕對要少的話 你都沒有辦法的 你都不想這麼少競爭 但是羅兵涵永道也有名字很好笑 因為永道其實是熔永道 是一個人的槍軍 你可以知道這個人 是這麼多年都沒有消失 他的名字還在那裡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這個熔永道 當年是在會計教的 很厲害的 那個人幾十年前的人 你可以知道當年 他是跟國際合併的時候 他還是第一名 到現在還是羅兵涵永道 我以為叫羅兵涵永道 那個名字還在那裡 當年的時候 我小時候熔永道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真是 很大的漫移 你不知道為什麼是很大的漫移 這個袋子很大 哦 即現在還有一定的影響力 還有很大的影響力 不 還有一個名字 是 即是沒有什麼影響 應該不知道存不存在 嗯 那對於這宗造假案 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沒有辦法 有影響很大 但是影響已經發生了 那件影響很大 即是說 那件事你虧了很多錢 就肯定了 但你會不會因此去破產 嗯 好 你不會 即是你不會被人斷面 OK 好 接著之後 我們再說這宗 看到歐盟委員會 對中國的電動汽車反補貼 最終的調查結果 披露最高的稅率 到它去到36.3% 即是現在見到那些純電動汽車 最高的稅率到這個 那其實都不是 因為它們是汽車公司 其實香港的 香港的稅率可以到200% 這樣 但問題就是 歐盟始終它 因為它們又想 它們雖然是反 Brewster 或者所有的東西 它們不敢給電動車進來 但是中國的電動車 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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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歐洲撤廠 所以他們有時候有些被五個 所以到最後都是做出這個裁決 都有一種的競爭力 中外的競爭力 都是很大的競爭力 因為歐盟實際上 最初的時候他們發明電動車 結果發現做不行 應該已經廢了他們的電動車的製作 嗯 好 內地都是很厲害 整電動車 好 那我們今天的亞洲新聞 我們還有這麼多 拜拜 我們要怎麼回傾 我們要怎麼回傾 現在我們可以回傾 我們也要謝謝